大家好,小厨娘今天给大家准备一道豆花鸡针 准备一块那只豆腐,从中间划开 然后将豆腐横竖切成1.5公分小块 将切好的豆腐放入大点的容器里 压入开水把豆腐烫一下 那只豆腐比较嫩,切记不可在锅里焯水 准备一斤新鲜鸡针 顶刀切成2毫米的薄片,放入容器中调味 依次加入料酒、海鲜酱油、耗油、胡椒粉3克 再放入点葱姜水,将调料抓拌均匀 背后撒点生粉,给鸡针挂上粉浆,锁住水分 选藤椒、小米椒各3根切圈 一小把小芹菜顶刀切1公分小段 然后将大蒜、生姜切成粒 在蒜粒和姜粒中加入藤椒酱和剁椒各一勺 将锅预热后,放在适量的食用油 放入之前调好的姜酸料,将料头炒香 然后倒入腌制好的鸡针,翻炒均匀 加点味精、胡椒粉、白糖调味 少放一点老抽,给提一下底色 淋出锅的时候,放入芹菜段、藤椒丁、小米椒 放点调料油出锅 把烫熟的那只豆腐放入底盘 将炒好的鸡针放到豆腐上面 这道豆腐鸡针就制作完成了 喜欢制作美食的朋友,关注美食小厨娘 好吗 好